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迫害 你当时以为是倒霉 但是也许最后你这个人成为艺术品 就是靠你经受的磨难 把你雕成这个形状 人就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你肯定就是逆风而上 乘风破浪 现在我知道了 什么叫顺势而为 就像这个土 它总有去处 它总有去处 风从东边来 你就把我这吹平了 风从西边来 你把我这吹平了 就是我随着你雕刻我 硬的就留下来 就顶住 对吧 软的就被吹走 就是自然 其实强者都是别人眼里看的 他自己晚上咬着被子脚 不定哭过多少回呢 所以你要说 我唯一的劝告 我就是劝告就好 就活下去 只要你还活下去 哪怕你把我的尊严都打碎了 也不要紧 就像我跟你说的 哎 姿势很潇洒的 过了这个坎儿 也是过了 姿势很难看的 过了这个坎儿 也是过了 那什么叫姿势好看 什么叫姿势难看 你看看这个 是馒头好看 还是那个尖峰好看 会看的话 都好看 就都是人生 其实人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 对于外界的任何打击 就像这个风和水 任而东西南北风 我感谢一切这个打击 把我雕造成了 把我腐蚀成了 我今天这样的造型 咱们俩到底遇到了什么事 在这大发感慨 这就真是不如意识长发久 可与人道 我而散了 这有一种室外的感觉吧 让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有点 你觉不觉得这个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不知道身在何方啊 我越往那边看 我又觉得我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觉得好像迷失了一样 这就叫沾笔大荒 嗯 我们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我说咱们一年没见了 恍若隔世 我在现在才算看见了 恍若隔世 就是我有一种被这困住的感觉 就是我有一种被这困住的感觉 天下的感觉 有点音乐 有点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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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在他那一阵沙尘当中一卷就没了 哎呦太冷了太冷了 这风 听听这个风 听听那个风 小心啊 这么大的风 那边是太平洋 看看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义军 小脸高脸红 好 看看 夕阳向朝阳 看见了吗 天边一抹微红 地下荒寒的山水 再冷也值了 好 月亮升起来了 太阳落下去了 月亮升起来了 我还真的没有试过 静静地等着月亮出来这事我还真没看过 你看看过太阳升起来太阳落下去 谁会等着看月亮升 第一次 是吧你能看到它上升 天呐 对吧 这几层都吐坏了 这是最美的 你看 一道黑云 出来了 你看那个风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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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哎呀 哇 多温柔的光啊 啊 最漂亮的时候 这是最美了 哦 哦 哦 你看 你看看 咱们这个团队都是离家的人 到了火星 我们就是一家人 是吧 中秋节快乐 好 哎 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我们一起一起过中秋 都是远离父母家人啊 今夜我们就是一家 哎真的我觉得是寸我笑呢 走 好了 说一声呢 说一声 还在那站 好了 经常会有这个关心爱好者 看星星 然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就开始放烟花 哦 杨老师咱们是有缘 嗯 都是北京来的 而且正好碰上中秋节 我们今天在火星团聚了 你看他离不了这茬 这是我们从西宁带来的青海大月饼 女士这个随便啊 咱们咱们多少沾沾醇 好 因为毕竟是中秋节嘛 对 清科酒 清科酒 祝您花海月圆 好 嗯 嗯 有点意思 其实您说这光速飞船啊 嗯 我一直有一个想象 当然咱们都是这个科 科 科芒啊 文科生 文科生 从理论上讲 比如说啊 假如咱们这个视线上没有遮盖物 这个光线 就像月光到达咱们也需要一个时间 那咱们仨这段影像 实际上 在到达那个观测者的那个星球的过程中 不是以光线的形式在走吗 对对对 这个道理说的通吗 特别浪漫 假设离我们一百光年外的那个外星人 嗯 他看见了哎 这仨 他们会知道 哦 这是一百年以前的影像 在这个星球上 嗯 有这么一幕 但是实际上我想说的是 理论上说 咱们这段影像 就是咱们没了 嗯 咱们这段影像也不会没 对 它只要光线没有浩劫 也就是说咱仨 某种程度上 这个中秋夜也是永远在的 对对 在整个宇宙里 可以说是 永生的 其实 现在也是个假象 就是我能说的 你比如说我看到的一君老师的影像 不是他的现在 嗯 他传到我这儿是需要时间的 对 就只是很快而已 但这个很快 他也是光 需要从那儿跑到这儿来 对 这至少两米的距离吗 对吧 所以我看到的是一君老师的过去 对 他说的话我听到了 传到我的耳朵里也是过去 所以我们现在聊天 其实没有现在 就是过去和未来 我今年因为这个疫情嘛 我也碰到了很多事情 而且我接触一些人 也发生了很多 这个生理死别啊等等这些事儿 我说我想看看什么书呢 就是在讨论 或什么人在讨论这个生死 然后呢 我就看不同的人 比如说我欣赏的人 我看他们都靠什么去战胜这种 比如对死亡的恐惧 嗯 那每一个人最后他寻找到的那种凭借不同 比如说我看那个画画的那个大卫霍克尼他就说凭借爱 他说我到碰到任何困难我就是凭借爱 我心里想这个爱 那也有做音乐的人他就觉得音乐让他战胜所有的就是这个困难 先凉吧 来一块 要叫我说啊 人人都有宇宙观 你认为你从来不想这个事儿 实际上你也有一个潜在的宇宙观 比如说有些人及时行乐 他说我什么都不想 那你及时行乐的假定前提也有个三观 你认为生命有限 转瞬即逝 所以你要及时行乐 对不对另说 但是呢每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宇宙观在指导他的生活的 对 比如说他宇宙观认为咱都是游戏 咱都是被程序设定的 但是有自主的自己还会改程序的 对 这么一种游戏里的人 对 所以我要脱离他的控制 你看那个火光下他像不像他游戏里的人物 很像吧 对你真的你脑门子一到青筋往上 你看见没有 和宇宙的连接吗 有意思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他们每年科幻文学奖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新的观念 有 比如说今年获奖作品里就有 星球是有意识的 你们都说人类有意识吗 星球也有意识 有一个当年著名的文人 就鲁迅的弟弟 叫周作仁 周作仁写过一篇文章 他就说 我们见到小孩子这个撒谎 我们往往就会说你怎么能撒谎 教育孩子要诚实 他说这个 往往你也是伤害了孩子的天性 他说因为很多时候 小孩跟你说 比如说小孩说 妈妈我旁边有个老虎 他不是在撒谎 他在幻想 小孩有的时候跟父母说的 是他的幻想 很多谎言 是人类想象力 你比如说他一下子讲到古希腊神话 是不是谎言 就是人类童年时期 就能让他想象的 对 他有时候根据他的想象跟你说 但他本身不是为了骗你 害你 他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玩一些 是的 你说科幻是不是有点 他有这种心灵 是这样 您说的这个我深有感触 比如说我儿子 是个科幻迷 然后他就老是用科幻的眼光看世界 他跟别人聊天都很科幻 比如说 他就能聊到一块去 对 跟别人很难聊 但是他到学校去 他还是带着科幻的视角去跟别人聊天 朋友听不懂 所以他慢慢他就不爱说话了 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内向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因为我发现我跟别人说话 他们都拜理我 我说为什么拜理你 他说 我跟他们说个事 他们就很奇怪的看着我 就那种眼神就是你说什么 但是就觉得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所以他就久了久了他就不敢说了 我说你都跟他们聊什么 他说就聊什么意识 黑洞 光速 我说那你聊这个人家能听懂吗 肯定听不懂 你说我们是一个鼓励幻想的这个民族吗 因为我最近就是接触了这个山海经 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里面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说有一个叫那个伊牧国 伊牧国的人都长了就一只眼睛 那不就那迪斯尼的那个minions 我们就是古人也是充满幻想的 他们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天马行空的东西 你拿到今天来说的话 不比那些美国大片美国的或说其他地方那些东西差 我后来看英国人像那个培根他就会认为 他就有点瞧不上希腊的那些东西 他说幻想是好 但是他是属于就是没有结论的 就是那种他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童年期 就是你还得从那个里头再走出来 所以他作为一个英国这个就是这个哲学家 他重视的是经验就是说你天马行空想 但我还得重视我的经验 我的这个实践到一个时的这个东西 热爱想象力和不会走火入魔 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分级 我其实特别喜欢听人胡说八道 尤其是有学问的老师胡说八道 不管我听到什么假说都要等待证据 才能信以为真 对 但是呢这一点都不耽误我呀爱智慧 是 你知道有的老师啊 他跟你讲外星人讲什么 实际上他是在跟你分享 他勾引出很多知识 对 这些知识 哎呀你听着好喜欢 就是脑洞最大的肯定是科幻作家 就像叶永烈老师他写的那个小林空漫游未来 我们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看 哎呦那就是您说的胡说八道吗 对 叶永烈老师 把眼镜戴在眼睛里 然后还有什么电脑变成这么小 对对对 然后当时觉得这不就胡说八道吗 这是我们一代童年的记忆啊叶永烈 对 你看这过了十几年吧 什么都变成现实了 哎 我就一直在想 比如说那个咱们身上所有的原子 都是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产物 全都是 包括我们身上的原子 其实跟这个杯子 跟这个桌子 跟这个土没什么区域 你比如说我们手上 我手上有一个足够小的镊子 可以捏起原子来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个镊子 我们假设想象就有这么一个 我们把文涛老师身上的所有的原子 一个一个捏下来就摆在桌子上 一地散沙 捏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都变成原子了 那你的意识去哪了呢 所以当就是刚刚说的您那个情景嘛 我躺在这个穹隆底下 我就仰望星空 我就感觉它像一个大罩子 四周全是星星 然后移到银河 像牛奶一样泼洒天空 我就感觉我就不存在了 我的意识就已经和它在一起了 就连成一片了 对 刚刚文涛老师说的 他到了这种地儿 他就想 他说的死在这儿 其实是把他的意识留下 哎呦 原子还撒一地呢 还得帮你拿的塑料袋装 胡适说呀 他小时候特别怕鬼 但是他后来为什么变成无神论呢 他看到了一个叫范枕的人 一个古人 写的一个文章叫神灭论 他就说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范枕就是说什么 他就说啊 不要迷信 说这个聪明啊 就就就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 就说你的意识是刀的锋利 嗯嗯 你的大脑这个物质是刀 对 你的意识就是刀的锋利 对 所以没有刀也就不可能有刀的锋利 对 所以胡适一听这个就不怕鬼了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 量子力学 就刚刚您说的那个月亮 它现在变成这样 哎 你看刚才那么清晰 对 现在朦胧了 嗯 嗯 比如说原来没有我们智慧生命的时候 它可能都不存在啊 它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看了它一眼 嗯 物之所欲成色 对 对 我们看见它了它就有颜色了 然后我们没看它的时候 它就是一片概率云 它可能播撒在宇宙的各个角落里 嗯 但是当我们一看它 它就瞬间塌缩了 塌缩成一个月亮 会不会我们今天看着有点眼花呢 但是这个问题唐朝就有人问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什么时候它第一次照到人的 对 是吧 江畔什么时候最早见到这个月亮的 嗯 我觉得至少我们跟宇宙是一体 对 是共同体 所以说还是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产卷 来来来 很开心啊 跟咱们这个脑洞大开的中秋节 对 中秋节快乐 哎呀咱们拜月啊 在你这里赏月可太好了 是啊 火星上的中秋节 是的 哎呀您一说火星 特亮那个是不是 那就是火星 那就是火星啊 对 我来给您印证一下啊 你看 月亮旁边这颗红色的就是火星 还真是 所以它特别亮 还是红色的很亮 真的是火星啊 对 火星 你看咱们中秋节 这个圆月 而且咱们在这个火星小镇 火星基地 对着这个火星 天哪 对 哎 咱们现在看着它 它上面有没有人看着我们是吗 不是 我觉得区别 咱们跟古人的区别就是 咱们现在知道它上面是什么样的 对 这多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样的 就是咱们看见这个 亚丹帝帽这个样子的 对 你想那么一个星球 比地球小一些 对 是吧 好像是上鹰天象 咱们这个人间上鹰天象 我们就是冷湖火星小镇 对啊 对啊你看 这个火星这么寸 对 我这帽子怎么样 我是不是头太大不太适合了 好帅吗 颜色是好看的 但是 不太适合我脸上 我觉得可以 我选衣服的戴帽子的标准就是 是吧 女孩看见这个 就是你有时候觉得他吧 特别聪明 有时候觉得他很落智是吧 我跟你说 丑人也有爱情 野百合也有春天 知道吗